明朝历史上第十五位皇帝就是这位明熙宗朱游教 朱游教出生在万历三十三年十一月 也就是公元一千六百零五年 他的母亲王室啊 最早是明光宗朱常乐的一个选世 因为给朱常乐生了儿子 所以在朱常乐的诸多选世之中 他母亲王室名分最高 但是别看名分高 选世里边最受宠的还不是这王室 上文书咱们提到一个李选世 那是朱常乐的最爱 万历四十七年 这王室被活活给气死了 当时朱游教已经十四岁了 记着他母亲那句话 我最恨的就是犀礼啊 但是这会儿朱游教年纪小 只是牢记母亲这句话 无能为力 朱游教经过父亲请示祖父 朱游教怎么也没想到 他的祖父神宗皇帝 居然同意让李选世来照管自己 那没有办法 这叫命令 他父亲朱常乐也点头了 他跟最恨的人在一起生活 一直到即位 如果不是由于他父亲朱常乐 福分太薄的话 再为仅仅一月就死了 那么作为一个懵懂少年朱游教 可能还要等很长一段时间 才有掌握国家的可能 才有执掌皇权的机会 但是他父亲就待了三十天呢 那皇位就没坐住 年幼的朱游教 不得不辞成父业 继承皇位 尽管是顺其自然得到皇位 但真正坐到皇帝宝座上 还废了一番周折 因为朱常乐在位仅一个月 留下了一个祸害 就是那李选世 他跟明神宗朱义军的宠妃 郑贵妃 俩人简直是如出一辙 整天琢磨着 怎么能当皇后 怎么能垂帘听政 此时的郑贵妃 对皇太后的位置 是垂涎已久啊 两个臭味相投的女人 凑得一块互相配合 这不把那朱常乐 活活给折腾死了吗 这一下 朱常乐的突然驾崩 使郑李二妃失去保护伞 而朝中 以天下兴亡为重任的 东林党诸位大臣们 对这二人又没有好感 俩人觉得地位不巩固 怎么办 想出了一个 邪天子令诸侯的计谋 就是扣留皇太子 朱油教 这才爆发了 移工案呢 从打 定朱常乐当太子的停机案 到朱常乐突然驾崩的 洪满案 再到他们扣留太子 朱油教的移工案 晚明时期 接连三案 看出朝廷内部 权力争夺的激烈 跟生活的腐败 幸亏有太监王安从大局出发 把被扣留的朱油教 骗出来 交给群臣 转移别宫 这才使得朱油教 顺利继位 移工案结束之后 朱油教狠狠地报复了李选世 把他放到宫女那养老宫去了 你甭在正经的宫殿里居住 想当皇太后啊 门都没有啊 朱油教继位之初 朝中东邻党的诸位大臣 势力还挺大呢 东邻党人杨莲 左光斗 赵南兴 高攀龙 这些人都是正职之士 在朝中担任要职 在东邻党人的支持下 朱油教 隔出了明神宗末年的一些弊政 经济上呢 平霸了杭州制造 隔出了南京的先品进贡 对发生重灾的地方进行镇剂 减轻了某些地区的赋税 在政治上呢 对历史上的一些大案 重新做结论 您比如说 为张居正证明 恢复他的名誉 肯定了他对大明王朝做出的贡献 同时呢 也给建文帝时期的那位方孝儒等人 进行了平反 恢复名誉 肯定他们是国家的忠臣 对他们的后代免除了奴籍 恢复了平民地位 尽管这些努力 使当时的励志 与以往相比 稍显清明 但是东邻党人 在决定国家大政方针 割除大臂 兴大吏的方面 没什么大作为 因为明神宗末年的状况 没有得到根本的改变 当然 这也不能怪东邻党人 更为重要的原因 是因为这皇帝朱游教 所受教育极少 几乎可以说是文盲 那他整天忙什么呢 忙着痴迷于 做木工 斗蟋蟀 喜欢这些事 他根本就不喜爱 处理朝政 早在万历年间 朱游教的父亲朱长洛 就不被他的祖父 神宗皇帝喜爱啊 所以这个皇孙 自然就不在 神宗皇帝视野之内 直到神宗临死 咱们提过 朱游教才被立为皇太孙 这才有机会 出阁读书 接受教育 可没想到 他刚接受三十天教育 他爹就去世了 这三十天 你就是神童 你能学点什么呀 他爹走得多突然吧 连策利他为皇太子 这个机会都没有啊 急急忙忙就走了 更别提安排他读书 什么事儿了 朱游教 即位刚刚十六岁 此前岁月中 他的父亲朱长洛 作为太子 就没有受到应有的教育 作为太子的长子 他受的教育 更别提了 明清是专家说吗 说西宗 就这朱游教啊 为至于至妹之同盟啊 还没开盟呢 有人甚至认为 西宗是文盲儿子 一字不识 不知国事啊 当然这种说法 有点夸张吧 从他处理 对李选氏 以及移工案的 一系列言行来看 说他是一个白痴 好像有点冤枉 不过他对政治不感兴趣 这倒是不争的事实 历史证明啊 他最大的爱好 就是做木匠 据说 在建造房屋 跟木工尤其手艺方面 朱游教的水平很高 是巧匠不能急啊 史书记载 天启年间 那工匠造出来的床啊 很笨重 十几个人才能移动 不仅用料多 样式也极其普通 朱游教自己琢磨 设计图纸 亲自拒木钉板 花一年多功夫 造出了一张 空前绝后的床 床板可以折叠 携带移动都很方便 床架上还雕楼 有各种花纹 是美观大方啊 这位当时的工匠 所探服啊 可以说 如果不当皇帝 朱游教肯定 能成为一名能工巧匠 问题在于 他对于当皇帝 对于日理万机的处理朝政 是丝毫也不感兴趣 而且过分的信赖 宠信那太监魏忠贤 从而使得阴党肆虐 祸及九州啊 就在东林党人 竭尽全力辅佐朝政的时候 后宫太监魏忠贤 在朱游教的儒母 客室的帮助下 逐渐赢得信任 以至于最后 擅权专政 对大明朝的政治经济 造成极大破坏 一方面 魏忠贤是引诱这年幼 无知的朱游教玩啊 让他整日沉浸在 木工活当中 把国家大使抛在脑后 成了木匠皇帝了 朱游教除了玩到之后 不关心任何人 也更不关心朝中大臣的死活 每次朱游教专心制作木器 玩性正浓的时候 魏忠贤就禁奏 把那紧急公文往那眼前推 这皇帝能高兴吗 朕知道了 你照张办就完了 打发走了 魏忠贤这回可得理了 你让我做主吗 这大权就归他了 另一方面 魏忠贤跟朝中的一些文臣 你比如说崔承秀 这是他死党啊 他们相互勾结 排挤东临党 控制了内阁六部 使得他能以皇帝代言人的身份 出现于朝廷 掌管了生杀欲夺的大权 当时那些东临党的大臣 得多难过呀 他们苦心争取 把这位皇帝扶上宝座 居然是这样一副嘴脸 权力都归了宦官了 正直的大臣呢 都被以东临党为罪名 惨遭杀害放逐 被杀的被贬的不计其数 最著名的 就应该说是以杨连左光斗为首的东临君子 他们为了能够扳倒魏忠贤的阉党 做很多努力 但是最终也被魏忠贤陷害 投入监狱 尝尽人间酷刑啊 魏忠贤不仅残酷的排斥一击 而且加深了对百姓的盘剥 使得政治极度黑暗 国内各种矛盾都被激化了 终于爆发了明末 农民大起义 这都跟魏忠贤有关啊 与此同时 山海关外 来自辽东的后金政权是步步紧逼 使得明王朝面临末日 就在整个大明王朝风雨飘摇的时候 重用燕党 祸国殃民 但于义乐的猪游教 还在后宫玩呢 圣夏季节 他穿羊皮袄 还得反着穿 六月三福 反穿羊皮袄 这模仿哪位大侠呀 不是 他在模仿明太祖 雪叶容装寻游 在做游戏呢 天启七年五月 猪游教在宫中西院 乘船游玩的时候 不小心掉湖里呢 被人救起之后 落下了病根啊 经过医治 身体看似无大爱 但从此 他沉沉于声色全麻之中 整日是困倦无力 狂躁不安 尚书给他进了一种 叫仙药的东西 什么名字 零露瘾呢 据说 服完之后能立竿见影 健身长寿 我猪游教这么一尝啊 嘿 清甜可口 打这起天天喝 求长生不老吧 结果喝着喝着 全身浮肿 卧床不起呀 天启七年八月二十二 猪游教去世了 后葬于北京昌平的 德陵 妙号为西宗 这位牧将皇帝 溜溜玩了七年呢 有人暗中嘀咕 魏忠贤的日子 恐怕也到了吧 这魏忠贤 真是善权误国 用这句话形容他 是一点也不冤枉 咱们都知道 刚刚死去那位天启皇帝 年幼丧母 那么他吃谁的奶呀 由奶妈客室 抚养他 所以这猪游教 对客室 怀有特殊感情 客室入宫之后 跟一个名叫 李进忠的太监 司通 彭彼为奸 西宗继位之后 封客室 为奉圣夫人 那么 受客室宠爱的 这位太监 李进忠 也跟着得宠了 这李进忠 就是后来那位 臭名昭著的魏忠贤 魏忠贤 是和奸肃宁人 从小就是无赖 有手好贤 特别喜欢骑马射箭 跟几个不讲道理的 纨绔子弟 又是赌博 又是喝酒 赌输了之后 还不了账 一气之下 是自施功行 你就这点勇气 改名叫李进忠 进宫当太监了 后来皇上赐他父姓 你恢复原姓吧 赐名忠贤 这就叫了魏忠贤了 魏忠贤万历朝入宫 最初在一个孙太监手下做事 由于他善于凤银拍马 对主管太监很会留须 所以得到赏识 后来他又跳山头 取媚于太子的养母 李选氏也得他信任 不久呢 又跟着太子的儒母 客室 勾勾搭搭 俩人私下有往来 他在宫中的地位 就日益上升啊 西宗上台之后 魏忠贤就调到 斯里建 做丙比太监 可是他不认字啊 不认字怎么能当丙比太监呢 有人呢 魏忠贤上任之后 跟实字的斯里建太监 王体前等人 结为捧党 又跟客室 先后除掉了太监 王安魏朝 在后宫的势力 是越做越大 朱游教机位之初 大量启用东林党人 内阁 督察院 力部 兵部 礼部 这么说了 很多要害部门 都由东林党人把持 东林党人 与其他几派官僚 是争斗不已 西宗 越来越厌恶着朝政 他把心思都放在 木匠活上了 他不得也管了 所以不再信任朝臣 反过来 开始亲近身边的宦官 魏忠贤 专讨其好 由此便由后宫 走到了外朝 魏忠贤 会玩弄全数 他把跟东林党人 作对的各派官员 都拉到自己这一边 依附魏忠贤的 有一大堆人 什么霍维华 徐大华 孙杰 他们 这也是攻击 东林党的这些大员 使这些东林党人 遭到了集体的排斥 随后 魏忠贤又把所有反对自己的人 全都清除干净 就形成了一个 以他为首的邪恶势力 人们称之为 阉党 天启四年四月 已经获得 兼掌东厂大权的魏忠贤 借中书汪文言被弹劾一事 是大力再次打击东林党 在客室的支持下 宦官步步得势 西宗的庇护下 他是大权在握 这一年 首府 东林党人叶向高 被霸了关了 内阁中的其他东林党人 也全都被免了关 阎党 顾炳谦 升为首府 这可是魏忠贤的人 从此 这魏忠贤更加有恃无恐了 这变本加厉 镇压打击一击呀 相继的 东林党内部的那些大人物 赵南兴啊 高攀龙啊 甚至包括那些退休的 都没得到好 全抓回来 死在监狱之中 当时 魏忠贤手下是有文有武啊 文官 有崔承秀 田吉 吴淳夫 李谢龙 倪文焕这五个人 号叫吴虎 武尘中 有田尔庚 徐显淳 孙云贺 杨桓 崔英元五个人 号称武彪 武虎武彪 就是他的爪牙 立不上书周英秋 太捕少卿 曹钦成 这都屈烟溜须 一共有十位 号称十狗 另外还有十孩儿 四十孙 好嘛 大小辈不等 大小爪牙 为虎作唱 当时 从朝廷内阁 六部官员 到四方总督 巡抚 都有 阉党人来掌握 魏忠贤 仗势是作威作福 滥师行怒 只要被他抓起来的人 什么叫钉脚啊 剥皮啊 割舌啊 哎呦 手段 杰其残忍 死了无数的好人 魏忠贤 还冒功情赏 烂丽名目 他的养子 魏良栋 魏良清 养孙 魏彭仪 都被封伯封侯 分别加太子太保 少师太师 到了后来 他竟然让魏良清 带天子 想南北交 你看看这多好 天子的活 都改他的儿子去干了 这太庙 这也归他们魏家人 简直要夺权了 天启六年 潤六月 浙江巡抚潘如针 在杭州西湖边 还给魏忠贤 建造生辞啊 西宗赐名为 普德 一般人死了 他得建辞呢 这活着就得祭拜 这些谄媚之徒 这纷纷仿效啊 上至都府大力 下至武夫商骨 世景无赖 群起建辞是歌功颂德 转年八月 西宗诸有教病死了 那么这个时候 魏忠贤所建的生辞 已经是遍布全国呀 建辞之人 极尽吹捧之能事 甚至出现了 谣天地德至圣至神之类的言语 这是 恨不能让魏忠贤继位呀 国子建的奸生 陆万龄 提出要以魏忠贤配孔子 好嘛 魏忠贤的父亲 配启圣公 这居然 也有人跟着附和 天启时夕 朝政是无所不在 被魏忠贤把握 以致 就连那西宗朱优教 想传媚给他的弟弟朱有俭 但是 这朱有俭 都不敢轻易接受 为什么 他摸不准魏忠贤的心气 那么 这位朱有俭 真是怕魏忠贤吗 不是 在朱有俭的心中 就两个字 仇恨 这新王朱有俭 比他的哥哥朱有教 小五岁 小的时候 虽然贪玩 但受过比朱有教 更好的教育 文化修养呢 也比朱有教 要高得多了 这些气 都应该归功于 他这个兄长 天启二年 朱有俭 被朱有教 封为信王 当时刚刚十三岁 正好年龄 到了接受教育的时候 与朱有教相比 朱有俭 少年时期的生活环境 安定得多 在几位出身汉林的官员的悉心教育下 朱有教 长进很大 他善书法 诗文 也善于弹琴 虽然朱有教从小失去了生母 但一直在另一位 李妃的抚养下健康成长 养成了刚毅的性格 独立奋斗 良好的生活习惯 朱有教 当了七年皇帝 无儿无女 现在他死了 继位人应该说 只有他的五弟 朱有俭一个人了 这是唯一的继承人 没有什么可商量的 朱有教去世之后 朱有俭受一命 入继皇位 开始了他十七年的帝王生活 这就是明朝历史上第十六位 也是最后一位皇帝 明司宗 他改元为崇祯 所以后人习惯于称他为崇祯皇帝 本来呀 皇帝的位置是人人向往啊 但此时的大明江山 是千疮百孔 并入膏肓 虽有明君能臣在世 恐怕也难以扭转他颓废之势了 朱有俭继皇位的时候 正是燕党魏忠贤 活动最为猖獗的时期 他们不仅祸乱后宫 把持朝政 而且也将大明王朝 推向了毁灭的深渊 对这一切 朱有俭是了然于心啊 所以即位之初 他就想清除燕党 但毕竟自己羽翼未封 不敢轻举妄动 于是他韬光养晦 等待时期 正值巅峰的魏忠贤 并没有把这个小小年纪的天子 放在眼中 他认为这朱有俭 跟当年的皇帝朱有俏一样 年轻后生啊 不会有多大作为 所以这魏忠贤更为猖獗啊 各地见生辞 他的罪恶已经招人于世了 他还不知不觉呢 心想什么时候难道 我真的就能当皇帝吗 他正在这做着春秋大梦的时候 他哪知道 物极必反 他灭亡的日子已经悄然而至 一个星期应该会会参考 还有先天子 那将她就是 我来到位于你 我的你 我们是一位 我来到位于你 如果需要 我来到位于你 从你